各位,在这个时代里,人人都讲究心理的感受 的确,心理的感受固然重要 但是这并不是一切 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需要能力 但神要给我们的能力是心理的能力了 这不单单是一次心理被感触的能力 而是我们的生命改变,灵魂改变的能力了 所以不要把神的能力当成暂时应付我们的生活 改变坏习惯的能力而已 那是我们的整个的性情要改变的能力了 但人堕落之后,人心理变得极其诡杂 心被欺骗,心感觉不好 很消极,很缺乏,很惧怕,很无助等等 所以走不下去了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关于人受到家庭的暴力 无论是在言语或身体的攻击 其实最大的折磨不是在身体 乃是在心和精神上了 当人的心理受到打击 就会进入非常绝望的光景 在希伯来书12章12到13节说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置歪脚,反得痊愈 所谓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是因为心没有能力 唯有通过心认识与经历十字架的能力 手脚都被挺起来,道路被修直并得医治 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一章17节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被你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各位这里说的心理的能力 不是为了别的目的 乃是叫人能转向神 并能够传授福音 所以心是最重要的 心如果没有遇见神 没有享受 十字架所带来的能力与智慧 就会损伤整个人的灵魂 以致带来心理、精神、身体和旁边人的伤害 因此我们的心要得到十字架的能力 以致我们能够享受这能力 怎么能享受这能力呢? 主要我们要知道 心不是讲情感 而是关系了 人用感觉、接触环境、情感、感受 人以为心就是讲这个 但是圣经讲的心 是不是情感 而是关系 如果我丈夫的言语给我感觉不好 但是无论感觉多么不好 我们有关系 感觉不好也会过去的 我们跟神之间也不是讲感觉的 有时候在试炼中感觉不到神的统在 神的旨意是什么 但是因为那个关系 你继续依靠他 你越是软弱 越是依靠他 神就会把你带出来 这就是因为关系是心里的中心了 如果你靠感觉 受控告 你就不想祷告 不想依靠神了 所以若没有与神建立关系的 那个感觉是欺骗你的 那个心是错的 是观念的 那其次 心不是讲知识 而是喜爱 很多人以为心是知识 无论知识重要不重要 但不是全部 所谓知识 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喜爱神的心 以致能拯救人 传授福音到下一代 但是很多人只有讲究神学知识 理论哲学知识 只要道理的信仰 但是道理信仰不能叫灵魂得救 不能传授出去的 所以我们学习的知识 要回到十字架的真理 通过心来领受 就好像刚才我说到 我读到一篇关于家暴的文章 虽然叫人很心酸 但同时我的心是得到十字架的智慧 叫我看到人的痛苦 是灵魂的问题 所以神把真理刻在我们的心 然后一切的果效由心发出 所以我们可以满头脑的知识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解禁 只有靠肉感 能力智慧是得不到的 那第三 心不是讲经历 而是明白 很多人说我经历神 我祷告了 神应运我的祷告 我们靠内在的经历 现象的经历 这些经历将我们感觉很好 也真的感触到神 但是这个心不能单单靠经历了 因为那个经历有时看到 有时看不到 或者暂时停止 但是我们的心若明百真道 就算我们的信仰经历 死因的忧骨 四面为敌的攻击 我们的心里仍然知道神是谁 有一首诗歌叫做《安静》 里面有一段歌词说 当大海翻腾 波涛雄涌 父 你仍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知 你是谁 我灵安息 在基督里 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 所以各位 心明白了 认识神是谁 信仰里不会有错感觉的事了 因为已经与主合而为一了 那第四 心不是讲敬钱 而是同行 圣经说 这等人有敬钱的外貌 但是背了敬钱的实意 当我们唱诗歌 早上很清晨的祷告 但是我们唱诗祷告 是神要我们实际 跟他交通同行的 这才是信仰讲的 如果我们早上的敬钱 我们的祷告之后 不能带来继续的祷告 不能得到能力 面对生活实际的挑战 繁重的事 那个祷告是失败了 乔治穆勒说 一个人祷告成败 看他过后15分钟 祷告这么虔诚 起来面对生活 却失去平安 信心 就是说 没有继续与神交通 没有靠着神的能力 智慧活出信仰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 不要留在表面的宗教信仰 只有讲情感 感觉 经历 敬钱 神要的是关系 喜爱他 真认识他 跟他交通同行 那十十字架的大能 就是福音的大能 必领到我们的心 使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事 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都被挺起来 然后继续活出基督 得着主的子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